Hello 大家晚上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TOOL的开包视频 这个是关于修车的 这个是impair range 这个叫Fishing Ring 然后这个是Riyobi拍死的 然后呢 这个是 是Rouch Range 都是所弄螺丝的扳手 这个它是375磅 对卸轮胎螺丝各方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通常螺丝在100磅附近 这个有300多磅 200多磅的大车卡车的都可以用 然后呢 这是星期一特价 它 这个工具跟一个4A的电池加充电器 99块9毛9 通常它是特价之后才有这个价钱 然后呢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有可能是电脑错误还干什么 它还免费让你选择一个工具 工具里面有挺多选择的 有电装啊 有有具 呃 圆具啦 然后我选了一个它是价钱比较贵的 这个就它啊 零零售 差不多是 啊 99块钱 这个零售也是99块钱 它相当于买这个送这个 套一下 不像有有整个 这是啊 风电池在这里面 电池在这里面 电池在这里 它这个是4A的电池 是PCL 然后我们去试一下吧 打一个螺丝 嗯 外面下着雨 然后用灯罩着 然后在我的皮卡车上面试一下 啊 这个是21号套头 二分一的 21号 然后 两下就打出来了 挺大的 这个螺丝就被我打出来了 还蛮有力的 啪啪两下 它如果力大不够的话 就会啪啪啪啪 多打几下 这只打两下就出来了 说明它力道还是 还是挺大的 你往上下雨 不方便 然后 我再把它放回去 ok 然后用我的扭矩绑手 我下雨就不出去拍了 好 就是刚才在车上试了一下 力道还可以的 嗯 家用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二分一的头 这个是 ratchling range 八分之三的 转接头 然后呢 转接头 它可以放在这里 我看一下是哪边 是这边两边 应该都一样 这个放在这里 挺好的 非常的 非常的方便 你需要的话 啊 这种呢 啊 它按钮是 是跟这种不一样 跟这种不不一样 它这种按钮是模仿 模仿那个L2 就是那气动工具那种 这个这里有个锁的 我把电池拿下来 嗯 这把也是碳刷的 你能看到里面有电 有火花 嗯 两盏LED灯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旅游笔 用的都是这款同一款电池 所以说它 你在作业的时候 作业的时候 比如说 这里会打 会顶到 所以说它这款式 如果 如果是这样的 这就不会顶到 它因为电池大嘛 它所以它设计了一个功能 它这个头可以rotate 嗯 怎么弄 对 拉起来 转 再转 是不是 在这样子 就不会妨碍到 比如说 你在修车空间 比较 比较 比较有限的时候 这里就不会挡到 可以 OK 拿我以前用的这款 MioWoggy的 M12的做比较的话 这个相对来说 就比较 它 它 你用小电池 它是这样子的 就不会 像它那边 有 有 有生长出来 几乎 喝大东西 不好弄 比如说 这里 螺丝这里 下面如果挡着 就 不会像那个 但是 呃 所以说它这个设计 设计成 可以 头可以转的 这个红色这个头 就不可以转的 因为它不需要嘛 对吗 它这个使用 手 从此 拿在 拿在 拿在手上 我这个月呢 我这个月呢 我不经常用 但是我买了有三四年了 还有想 还有想说的一点就是 这些东西它的 力道都不是很大 力度都不是很大 因为它主要不是拿去去去去 break 那个东西去去开那个螺丝的力 它主要是比如说这个螺丝很长 你一按它就很快出来 不用手动在那里 叭叭叭叭叭 要弄很久 特别在有的发动机里面 呃 一个 内部很长的螺丝 你用那些 那些大的工具 呃 一打 然后松 把它松开之后 然后再用这个 它就转出来 非常的快 ok 最后 拿我这个小摩托车 你的螺丝 试一下 就很快就打出来了 就很快就打出来了 然后我再把它装回去 ok那好 今天要开一下 开下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个工具 然后视频就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